那么香港精神啊 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它也推动了一些人 打破年龄的禁锢 永远追求更快 更强 更好 成为了香港泳潭的长青树 今天呀 我们的会场上 还有又迎来了另外一群特别的嘉宾 他们就是香港精神的缔造者和弘扬者 他们刚刚从日本福岡凯旋归来的游泳健将 香港鉴鱼会冠军团队成员 欢迎你们 掌声欢迎香港鉴鱼会团队 包括总教练西列云主席杨信心 总教练戴力华 教练白秀芬 策划总监陈俊权 领队七家汉 副领队黄凤怡 信息科技总监霍启元 顾问梁远宁 勇元孙明珠 有请各位健将上场 我们知道呀 在8月2日至8月11日啊 香港鉴鱼会参加了在日本九州福岗举行的第二十届世界游泳大师锦标赛 这场赛事啊 一共有8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游泳高手参加 那么我们想请问杨主席你们这一次的成绩是怎么样的呢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我们这次呢在日本福岗取得了三斤四个银一个铜四个电军 哇好厉害 好激动啊 之外 还有其他六项成绩 名列世界十强 哇恭喜恭喜您 恭喜您太感谢 太亮我们感到振奋了 那么想问一下您在这次的赛事当中是参与了什么项目呢 也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我参加了与总教练齐烈云先生戴丽华女士 及孙明珠女士组成的四十节力 我们取得了三百二十岁主别的节力世界冠军 三百二十岁主别的冠军 三百二十岁主别 那么就是说这四个人呢就是平均年龄是在八十岁以上是吗 是的 哇这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八零后团队 名副其实的八零后健将 我们这是太厉害了 那我们都知道啊总教练齐烈云先生呢 他早在一九五七年就在广州是以一分十一秒六的成绩创造了男子一百米挖涌的新的世界纪录 也因此获得了中国挖王的称号 真是很辉煌的战绩啊 那么在香港建议会成员身上我们看到了老一辈香港人将香港精神发挥的淋漓尽致 让我们看到了追求更快更强更好 不懈努力不断挑战自我的体育精神以及香港精神 在此我们请在座各位用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 感谢你们 感谢 为港争光 非常非常的感谢 那么台上的这些80后值得我们台下的所有的80后70后60后90后 向你们学习向你们执意我们要发扬这种香港的拼搏精神 谢谢 祝你们继续向90后健将进发 谢谢各位 加油 我们一起加油努力 请各位台下就坐 谢谢 感谢你们的到来 一步到台下就坐 好 谢谢 感谢你们的到来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大家欣赏由香港特别行政区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朱吴妮娜作词作曲的香港诵 我们有请青年女高音词曲